這是米線 這米線是用大米做的 口感滑嫩 吃得有點筋道 原料有豆皮 木耳 小蔥 韭菜 酸菜 酸菜是由南特有的 自己也的一種酸菜 這個是香菜 這個是蝦菊花 這蝦菊花就是不像一般的 在花店裡邊那個蝦菊花 這個菊花是沒有污染的 這個種植的一種蝦菊花 繩片有這個熔豚 黑魚片 雞胸鋪 還有鱗雞肉 我說這是一種傳統的過巧米線 我們還有一種是景品的過巧米線 景品過巧米線有這個小料有 這個蔬蓉 蟲蟲花 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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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豆苗 完了雜菜 還有冷酒 草芽 這個繩片有蝦片 有火腿 有三文魚 有雞片 過巧米線的特點有什麼 這個地它的湯切味 我們這個湯一般都是從早上 這個就是用新鮮的龍母雞 還有大磅鍋 還有鴨子 經過六個小時的凍制 它的味道就是湯蝦味美 就是老少皆一 這麼一個特點 這是在過巧米線的湯 這個湯上面有一層油 這油第一起歇的作用 香的作用 第二就是起到一種保溫的作用 第一步 這裏是有這個牛肉 雞胸 等於是 經過長時間的熬製 那這個上邊有一層油也行 這油呢就是第一保溫 第二是有這個油 第二是有這個油的 鯨子 它會變成蝦 香的意思 所以把米線放進去 更加的 味道獨特的意思 原來過牆米線 首先一定要這個湯要燙 這個湯要是不燙的話 這個米線吃不出它的香味也都行 通過這道過牆米線 張明君對雲南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也暗暗下決心 一定要早日掌勺當大廚 他的刀工 因為張明君肯吃苦 眼裡有活 在他做了三個月洗碗工之後 終於得到了一個學習配菜的機會 雲南菜要處理五花八門的食材 對於廚師的刀工要求很高 這個時候雲南菜還是講究一個刀工也都行 刀工一定要精細 有一次把手指頭已經切了 說不定就半拿去幾乎都 完了那個師父還沒看見 說你趕緊在幹點其他的活也都 你趕快去其他活了 那時候你這裡學流得很嚴重 大家還不敢說 最後沒辦法跟師父說 我的手已經爽成這樣了 我說已經流血了 師父一看 我趕緊上醫院 成這樣了 你也不說一道 那時候我切手也是經常事 不切手出事不可能 番茄教有時候在冰箱裡邊放的 我把它拿裡邊推去了 一下這個我就一下這個 整個這個我就全部進去 全部的肉我就翻開了 這個手指就縫六成這塊 這邊縫六成 這邊剁雞菜的給剁掉 這邊給它剁剁半碼 手上本幾乎真的傷太多了 你說沒有受點傷 那時候哪能刀工怎麼能刀工 那時候去張明君學了整整一年 這個勤快又機靈的小伙子 得到了餐廳師父們的一致認可 慢慢的師父索性把一些簡單的菜 交給張明君來做 這個是青草雞中 這個雞中是湧南的紅土雞中 這個味道就是歇天 這個炒至過炒當中要注意點 這個雞中呢不能拿水洗 水洗呢就吐不出這個雞中的一個蟹味 這個火候當中要用澡啊 這個要四到五山 不要濃度太高 濃度太高呢這個雞中等於容易 它要有糖縫 容易炒 炒糊的等於是 所以這個味道呢就是 口味呢就是蟹甜 蟹蟹為甜 這個醬皮膠是湧南特有的 辣椒皮包 這個味道特別香 這個湧南是湧南的雞尾火腿 這個湧南是湧南的雞尾火腿 這道菜呢就是 特點呢就是 就是鮮 微辣 這個火候要早就是 油溫不要太高 這個就是火腿 有的火腿就地方特別鮮 有的特別就是鹽漬的 不是特別鮮的話 我們可以拿這個水 稍微清潔一下 把這個鹽縫去一下 當然了 這些菜在端上餐桌之前 師父是一定要親自看看的 那時候我吃 完了是炒大鍋菜也都行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略學 我們自己自工吃的 炒一些大鍋菜都行 就這樣 在這些雲南籍師父們的教授下 這個內蒙古小夥子進度神速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 張明君已經成長為一名 合格的雲南菜廚師 像雲南春卷 燒雲腿 過橋米線 這些雲南特色菜 他都能做的和師父們一樣好 一天幾位師父把張明君叫到身邊 鄭重地向他宣布了一件事 原來北京首屆烹飪職業大賽即將舉辦 師父們希望張明君能代表餐廳出戰 對於這次比賽張明君非常重視 因為他知道 這不光是對自己廚藝的一次考驗 也是一個向普通老百姓宣傳雲南菜的絕佳機會 當時呢就是用什麼菜我去比賽什麼原料 也是想了半天也都行 完了最終就確定了 就是豬松糖泡肚去參加比賽 這道菜呢叫豬松糖泡肚 這個原料是從湯南紅湯過來的 新鮮豬松 這個是新鮮的豬肚 這菜的味道是湯鮮未美脆嫩 這個菜的難點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 給的要就是不能吃的口感太老 第二呢就是要突出它這個豬松的 越脂越味 這一次張明君的這道雲南菜 獲得了評委的一致好評 最終他從眾多優秀的大廚中脫穎而出 獲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 而這場比賽也讓張明君所在的餐廳 這場比賽也讓張明君所在的餐廳